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Beyond KOL的Terence 今天想跟大家繼續談談通脹這個問題 其實在前兩天已經錄了第一個影片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通脹最近會飆升得那麼厲害呢 特別是加拿大、美國 如果你看一下他們最新公佈的10月份的數字 通脹是破了過去20年甚至30年的紀錄是新高來的 於是在影片我跟大家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呢 還有會持續多久呢 很簡單去覆水一下就不從事講了 第一當然是因為油價 因為油價就影響到大家入油的價錢 以及其他的能源價格 那只是油國際的原油價格在過去一年就升了一倍 即是100% 在另外兩個影片裡面我都很集中講為什麼 原油價格會升得那麼厲害呢 就不是因為 供應鏈的問題又不是因為 需求飆升而是一些政治的原因 在我另外兩個影片就解釋得 很清楚的了 講回其他方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供應鏈 出現一個的 那麼大問題呢 我就用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跟大家解釋 就是一個提霸的例子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當疫情 是 很厲害的時候 無論央行也好 無論政府也好 不斷泵那些錢 不斷撒那些錢 下去 於是提霸那些水位就一直升 你看到自己的荷包那些錢一直漲 好了 疫情一放鬆之下 那兩個就是 開回來 應該開回來就排水了 大家出去花錢 很開心 誰不知 很多東西 以前你會去旅行 坐飛機 去游艇 或者去一些 假期 陽光雨虛灘 去看 全部不做得 因為以前那些其實是佔了大家消費都幾大部分的 現在全部不做得 但是你又何包漲卜卜卜卜 那你要花錢 今天全都捕去另外一邊 捕去做什麼 買車 捕去裝修 所以你發覺 突然間將很大量的錢 水位很高 捕去這些那裏 而另外那裏的門又不開得翻 於是很難 避免就是 那麼勁的水 一直湧下去 怎麼可能不通脹 是不是 那所以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都很感受到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央空行長 能不能夠 揭指這個聲勢呢 那些人開始很擔心 那你會發覺什麼事呢 你就會看到 很多央空行長 出來說話 不停說話的 這個大家看到了 美國 現任聯儲局 的行長 Jerome Powell 出來說 不用怕 現在看到的通脹 就是暫時性 不單止他 上一任的 央空行長 Janet Yellen 就又出來說 transitory 大家不需要擔心的 除了美國之外 其實加拿大 都是有的 加拿大現任 行長 就是 他就是我以前的一個老闆 當我在央行工作的時候 他又站出來 不單止他站出來說 他站出來 在什麼場合說 這個是更加 是令人有一點點驚訝 為什麼呢 他是上了一個 電視台 接受訪問 他就是 上了 CTV的news 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央行行長出來說話 通常 大部分絕大部分 都是一些很 official occasion 例如 他人家邀請他 去到conference那裏 deliver a speech 又或者 每一次議息之後 他都會有一個 記者招待會 跟人解釋 我做這個 息口的decision 為什麼 這些全部是很official的 這次很不同 不是一個很official的場面 而是接受 CTV 一個主持的訪問 是one on one的 大家見到這個應該 我如果沒有記錯 都沒有看錯 這個就是應該在 Ottawa的 Bank of Canada Center Block 應該都應該是 看出來 那個窗口出來 對著大街 多漂亮 是很不尋常 的一個 setting 接受主持的訪問 十幾分鐘 其實 他最主要講什麼 就講了一樣東西的 就告訴大家 不用怕的 央行有足夠的能力 我會用上一個辦法 去幫大家解決這個通脹的問題 雖然我知道大家 受到covid的影響 現在又有通脹 是很慘 我明白 但是 你要對我們有信心 我們絕對有能力 有信心 有個tools 有instrument 是可以控制到的 雖然不用擔心 那我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看看下面那些評論 我真是深暗 可能因為我個人認識他 我覺得 真的很慘 很多 所謂的 評論 comment 大部分 絕大部分 negative 那我用廣東話去 形容給大家小小聽 基本上來來都講 死政棍 講些東西 誰會信你 小孩子都不信 怎麼可能那些通脹 現在那麼厲害 可以是短期的事 我就不信你了 真的很多這些 覺得他好像是一個 特意出來 是 空口講白話 去安撫人心 這樣說 唉我又覺得 我都要講兩句 他真的不是 所有那麼多歷任的 央行行長 坐得這個位 不是 出來做一個花瓶 跟大家講一些 很簡單的說話 Tiff 在行內 跟他共事過的人 都知道 他的 無論他的 知識 他的才能 在經濟上面 是真的一等一 他對加拿大的經濟 是他的 monetary policy的了解 Top notch 就算不是 看回之前的幾任行長 大家都可能會記得 馬卡尼 亦都是一等一 在Wall Street裏面 很出色的一個人 再者 你看美國 我都講一個自己小小的經驗 雖然我那次都不算是一個 個人的接觸 但是有一個conference裏面 Janet Yellen 做speaker 我對我的人說印象很深刻 因為 從他的說話 他答的問題 思路相當嚴謹 很了解 對所有的東西的認識 很通透 基本上來講 他們真是不是一些 很簡單地 做一個 援面功夫的一個人 事實上 當他要處理 monetary policy 當個整個國家的 貨幣政策的時候 他真是 要花很大的功夫 好了不講了 對於一些的評論來講 我覺得 你信Tiff或者不信Tiff 你信Janet Yellen 信不信 Jerome Powell 都不要緊 但是我想大家明白 其實央行 是怎樣可以控制到inflation 你說他不行 你都知道其實他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你才說他不行 首先 大家要明白 央行 唯一 唯一一招 獨孤一招 就是加息 來控制通脹 你說加息 要多久才控制通脹呢 我告訴你 根據很多研究 最短 最短的時間 都要一年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加息 一年之後 才看到那個通脹 是會回落的 有些研究更加說 以前 最 傳統的說法 是六至八個 quarters 即是年半 至兩年 即是說 可能一年 可能年半 甚至兩年 才看到的 所以 monetary policy 就是說 他用加息 不是打針 不是price control 不要有個幻想 今天加息過兩個月 那些 物價就會回落 或者inflation 會低 不會的 不可能的 這個是超乎現實的 所以 很多央行業長都站出來就說 就算我現在 明天走去加息 你都不要想著未來半年 那些inflation會壓得低 首先大家要 不要要了解 不要在這幻想 第二 加息 大家要明白 是好像一把大風扇 因為 很簡單的說 為什麼有inflation 因為那個economy過熱 就是run的太行 好像engine run的太行 那就好熱 加息就好像大風扇 幫你降溫 所以呢 所以呢 一降溫的時候 就整個engine都降溫 這次 很特別的 剛才我開始的時候 我都講過 這次 那個升溫 就是集中在 某一些 幾類型 的industry裏面 所以呢 有另外一些industry 特別是service industry 其實他未 fully recover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是 當你降溫的時候 你就要全部降溫的了 你不可以只是說 我只是針對那些裝修那些 我只是針對那些 電腦行業或者買車各方面 不行的 他一降溫就全部降溫了 所以呢 所以如果因為這次這樣的情形 那麼特別呢 以至到你因為太多的水湧向某幾個行業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monetary policy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相對地的effectiveness 是低的 所以以前 你覺得可以做到東西 可能現在呢 是事倍功半 因為他只可以一降的時候 一降溫 全個economy都降溫 就不可以局部降溫的 這個是他的限制 不是price control 如果政府就price control 明天 所有裝修那些師傅 不可以收太多錢 他不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所以他是 那些 大家覺得 明白的 當某些東西 特別是inflation的話 其他都要拖低 所以呢 這個effectiveness 這次我自己的 看法就是 相對地是弱 那你就說 那就是 沒辦法了 有另外一件事 大家也要很明白 過去20年 要講回 歷史 過去20年 過去30年 為什麼央行那麼成功 不是因為他那些招數 那獨孤一招勁 當然是有有有用的 我強調不是都沒有用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在過二三分裏面 他能夠 好 convincing 跟大家講 inflation 是under control 所以呢 今天你見到inflation高一點 不用擔心 過一陣間就沒事的了 他呢 大家給這件事的 expectation 呢 Anchor 是一個 low inflation 的environment 是極之 緊要 和他最成功的地方 這個是過去20年 央行為什麼 全球央行 美國 加拿大都可以那麼成功 因為他很根深替 告訴你 inflation 是會keep 很低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呢 全部 的economic behavior 包括市場的 behavior 都Anchor 在這個 未來的 expectation 大家要知道 inflation 已經過去了 你不可以改變的 過去 10個月的inflation 或者12個月 inflation是很高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你對 將來 未來的12個inflation 期望 如果 你是信央恐的話 未來12個月 不用再太擔心的 於是 所有東西都不會變 所有東西都不會動的 市場都不會動的 你很多的behavior 都不會動的 很簡單 你跟員工說 我加你薪 OK 我加了你1.5% 以前如果那些員工想的就說 OK 大部分inflation 都是2% 你比1.5都不是很差 OK 因為為什麼 你的expectations 你會否接受 是Base on 你覺得未來的inflation 是低的 但是如果 你的inflation 的expectations 你的expectations 可以是因為 的inflation影響 你覺得不是1.5% 是5%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 去到HR那裏 HR告訴你 今年呢 我加你薪是1.5% 你馬上想 哇 那怎麼搞啊 我期望 我預計 明年的inflation 是5% 你現在加了我1.5% 我怎麼生活 大家就 談不來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要明白 最影響到大家日常的economic decision 是個 inflation expectation 就是說你的inflation的期望 所以呢 為什麼 最近那麼多央行行長要出來跟大家講呢 就是他要保住 這個 大家過去20年來 好根深替顧 那個inflation expectation 只要這一樣東西他保得住呢 以後下去就好話事了 好辦很多 如果大家一不信他 一覺得 好像很多人那些評論講 你哄鬼吃豆腐嗎 我信你經常都死了 這樣呢 如果全部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 inflation expectation 一轉 不得了 這個是 好摧毀性的影響 因為 一個 expectation 轉了你要很久 可能兩三年呢 才可以再轉回 expectation 因為人的 expectation 對inflation 不會是不會 今天覺得是2% 明天是5% 然後跌回 不會的 你一放了 expectation 那樣東西是會 last 可能是幾年的時間 所以這一樣東西 是很緊要很緊要 為什麼 今天的央行 的行長 其實他們知道的 他加息 不會立即 按到經濟 但是按到 inflation 但是最緊要就是 只要保得住大家仍然覺得 是未來的6個月9個月 是艱難 但是過了之後 OK呢 你的 expectation 不轉 特別是long term expectations 不轉 對那個market 對大家日常生活的影響 相對地 那個impact 就小很多 所以這一樣東西 是 我覺得 是真是一個臨界點 因為 在過20年裏面 沒有一個moment 我要講 沒有一個moment 是好像現在那麼緊張 沒有一個moment 現在那麼緊張 真的大家 真的feel到 來的 殺到來 所以呢 這一個是很critical的 那今天我就想講到這裏 因為 我想下一次 繼續跟大家講 這個inflation expectations 怎樣最頂端的 整個的投資市場 可以是一個 好摧毀性 的一個effect 大家不要以為 聽那些什麼滞漲啊 那些 是很大件事 我想告訴你 如果inflation expectation 一turn 真是不得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 下次呢 就繼續 講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OK 拜拜